中正紀念堂的牌匾 在国民党执政之后 确定重新挂回去了 那么这个举动让蓝绿之间 吵得是沸沸扬扬 模仿节目也请了很多不同的来宾 来表达不同的立场 转战演艺圈的前立委谢心霓 谈论挂牌题时很热忠 不过好像还不是很习惯上综艺节目 我也是坚决反对换回中正紀念堂 因为我认为呢 民主纪念馆 如果在那里开这一个 大行李演唱会有多好 大家都可以非常freestyle 可以自由热情地呼喊说 宋星霓你好美哦 对的 未来我想呢 我希望 宋星霓好美 谢心霓 连自己的名字都念错 前立委的泡河小了不少 不过还是有情侣电台 在帮民进党和阿扁发声 像这个民主纪念 我这个都给我听到 中正纪念当这个地方给我砍起来 你就是要消费到阿扁 这几年来为他的战绩 你说国民都有空吗 不空吗 太空了 太空了 你怎么这样一座 阿扁变成一个没有政绩的总统 你怎么这样太空了 不意 在世运赛夺金的拔河队女将 也来参与咖表示意见 我们现在 我们就个别做鬼脸 然后他们一笑 笑的时候就没有力气 我们就可以拉过来了 好 这样子 好了 好 那我变好了 我变 好 一二二一 我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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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变了 你变了 好了 好了 换我换我 好 那你 他很生 预约 你怎么帮忙 不是 我们还是专心的认真拔河 对 这样子 这样子 才不会这样的 国民党跟民进党 拆那个大公司的 拆来拆去 没完没了 看来中正纪念堂扁额 要不要挂回 人民都有不同的意见 中文区林立成台北采访报道 获得 勿 担 勿 明镜与点点栏目